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卡士歌语句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课本一百一十七月 扎喊六十经 有这么一天佛在奇远金色 这个时候佛跟这些比丘说 有五受阴 为色受想行事受阴 通常都翻作五受阴 有时候翻作五取运 偏重的重点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内涵差不多都一样 我们说五运是 五运是罗史以前翻的 罗史是翻五重 五重跟五运的意思是一样 运是积聚的意思 重也是集合积聚的意思 玄奘翻五因 重在那个覆盖 无名首富 或是无名首盖 重在那个覆盖 那五取跟五受的差别 在于爱取 处受爱取有 那取是烦恼的总称 不过烦恼的集结大概是 由直取来的 那由受有取 那么基本上 就是它的重点不太一样 不过它的内涵都是一样 无受孕无取运 那 那无取运基本上是由取式来的 一样是这个取 那取就是直取 这个由取是直取这个身心为我 那么 就 然后再透过这个感官 六根 那么直取这个境界 为常为乐 为敬这些 那么就造成我们不断的 获业苦获业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这个再讲到促相运的时候 它就会讲得详细一点 那五运基本上是 五运是着重在身心 身心的护位影响 那这个身是五运身 那心大概基本上就是 所谓这个 有取式 这个式 好 它就有五受因 若沙门婆罗门既有我 一切皆于此五受因既有我 那么 这个有我 其实就包括有我跟无我 常见跟断见 那么常见跟断见 都包含在这个有我当中 不然我们说 那不是也有无我的吗 无我也是有我 那无我的意思 断见的意思就是说 婆罗门 沙门也有断见的 但是他并不是说没有我 他是说这个五运就是我 但是五运死了之后 五运破坏了之后 就是我们人死了之后 那我就不存在了 他就是没有那个永恒的我 但是这个五运当下就是我 他还是有我 其实是这样的 那没有的话 你会问我说 那有常见有断见啊 常见执着有我 断见执着无我 不是 断见的依然执着有我 只是说这个我 这个现在这个身心的我就是我 就好像外道有那种宪法涅槃 他并不是说 死后有一种 有一种没有烦恼 的断近烦恼叫做涅槃 他认为当下的快乐就是涅槃 那种宪法涅槃 那这个五运身心 当下就是我 那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 那不管 因为不是常见就是断见嘛 六十二种邪见里面不是常见就是断见 那所以 一切皆于此 武受阴既有我 就在这个五运身心上 何等为武 那么 他说 这个 其实就是五种 在色 在受 在想 在行 在事 那么在第一个先讲 在色 见 是我 亦我 相在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是我 五运就是我 亦我 五运之外有我 相在 我在五运中 五运在我中 通常 这三种 通常这三种 分开来是四种 五运一一分就二十种 再透过三世 有边无边 这样 分下来就是六十二种 有种种不同的 好 那么 色是这样 受想行事 也是这样 是我 亦我相在 如是 愚痴 无闻 凡夫 那么 无明分别 其实这个分别就是 亦是了之 就是 你只取这个 有我 只取有我 就是无明 只取有我 就是无明 这是最直接 最核心 最简单的说法 那当然 有时候也讲很多 不知三宝 不知四地 不分别善恶 不知善恶 不知应修 不应修 这些 有时候讲多的就是这样 那么简单讲 核心讲就是 你不知道无我 就是无明 所以 无明分别 就是 你分别 就是你的意思了之 只取 只取有我 如是观 不理我所 不理我所者 入于诸根 那么 有我 就是你分别 无明分别 就是你了之 有这个我 其实它就是无明分别 记我嘛 所以 直取有我 叫做无明分别 那么 你依着这个有我的心 那么 看待这一切 那么就不理我所 有我就有我所 以我为核心 那么 这个是我的房子 这个是我的手 这个是 我的什么 我的什么 我 我所也可以这么说 直射自我 受想行事 就是我所 直受是我 设想行事 就是我所 那么 那么再扩大一步看 我所拥有的是我所 我所感知的 比如说身体是我 那我所感知的 就是我所 我的印象 我的尊严 我的决定 这一些 好 所以如是观 不理我所 那么不理 依我 有我所 那么依我 我所的状态下 所以不理我所者 就是 那基本上就是 不理我 不理我所 那么就是有我 我所的状态 那么就入于诸根 就是 你 这个意思 这个我我所的意思 透过这个感官 六根 那透过这个六根 那透过这个六根 认识这一切境界 那么促相应讲的就是 心境互为缘起 心跟境 我们这个心 那么这个我我所的心 那么透过这些感官 那么认知这一些 外在的一些境界 那么 入于诸根里 而生于触 那么 就产生 种种的认识 这个触 基本上 是 种种 对于 透过感官 而生起的 种种 一切的心理反应 就叫做触 我们来看 这个 这里是把五运六处 那么合起来说 我们看 五明 它基本上是这样 是 比如说它这里 它这里讲 分别五明 五明分别 就是你有五明 有我 有我直 有我直 那这个我直 我们叫做我见我爱 当然 后来有很多种行事的说法 我见我爱我慢我吃 这种种 那这个其实就是 有情众生的两个特点 发展出来的两个痛点 有情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 有情什么 有情是 还有什么 有情爱 就是有情子 有情爱 那所以 这个是有情是的 是就是了别 它分别了别 有情是 有情最重要的就是 有情是 有情爱 你看 这个是就是 直取了别的分别 所以它说无明分别 有情是 那么 有情爱 这个是有情的特点 有情是 有情爱 那么 有情爱 就会发展 情是跟情爱 就发展种种的情绪 那么这种情绪 我们就叫做 心所 心心所 好 那么我们通往常就是我执 执 那么这个我执 就我们讲 就很多种 执色 执受 执想执行 执事 那么内在的这个心 执这个无韵 或是这个执 执这个执受想行 那如果 为事来讲就是 第七世 阿陀纳是 恒指为我 大概就是这个 那 由于这个执我执 那么 产生 种种的行业 行 那么 这些 那行 深行 口行益行 那么 由这些业 而有种种的 三界六道的 这些行为 那么 这样的情况下 以无名为主的情况下 那么 有所谓的 他所谓的 是 名色 这个是 名色 是以无名为主的 那么 这个是 基本上 我们讲的就是 所谓的有取是 这里就是在讲 身心的关系 有取是 有时候把它叫做 细意识 浅意识 大概是这样 你来投胎的大概就是这个 那么 执走这个身心 五蕴身心 取这个五蕴身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这里 我们看 这个经里面讲的 他说 不理我 我所者 入于诸根 入于诸根 那么 这些 这些是身体的 那么 是名色 无名行 是名色六路 就入于诸根 就这里 执取这个身心 这个有取是 只取这个五蕴 那么 有些是说 这个是 但是 其实都可以了 只取这个 只取这个 色受想行 这个是四柱嘛 那么 基本上 是依这个五蕴身心 而得存 因为他身心 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有所依 那么 依这个身心 只为我 那么 如果这个 这个身心 没有这个有取是 那么 他也不能活动 他没办法活动 就变成死人 就变成一个尸体 因为 生命的特征 依佛法来讲 就是受暖是 受暖是 那是以四为主的 以四有活动 那么 身体 才有温度 那么 寿命 有这种 它会延续 它会延续 有这种身心的活动延续 那么 主要是这个四 那么 这个四一旦 这个四一旦 离了这个身 不止取这个身 那么 它就没有活动了 就身体就冰冷了 它开始没有活动 那么 整个 整个这个身体就开始冰冷 没有温度 没有呼吸了 没有运作了 没有新陈代谢 大概就这样 那么 这个四名色 这里讲的就是 鹿鱼珠根 那 行四名色六路处 就是这里讲的 这里讲 我看看 我拿来看 好了 它说 这个 我们是讲到哪里 好 它说 我们是讲到第几页 对 对 对 怪不得我贴错了 找不到 好 他讲到这个 这个 不离我我所 有这个 只取这个五蕴 对 有我我所 这个我 只取这个为我 那么 或是色受想行是我所 直射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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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所 直射为我 这个其他就是我所 那么 甚至 直这个五蕴为我 那么 这个是 不离我我 我所 不离我我所 透过我的身体 这些去觉知 这个世间 所以就有 触 入于诸根而已 而生于触 这个触就是 我们透过 有这个 尤其是 直射为我的 透过我的身体 那么的感官 去感知这个世界 那么认识这个世界 那么就叫做 触 触其实就是 我面对这个世间 所生起的这些 认识反应 因认识后 偶尤反应 所以 这个触 这个触后面 这个触后面 它是 触 六触 如 所触 六触 路 所触 所触就是 近 那么触 触就是 触對境界 触对境界 就是 六根 对六成 那么il ilio 有什么 有认识 有认识 就会生起 心理的种种反应 看到的 听到的 摸到的 喘到的、闻到的 它就會產生心理、產生蟲蟲的反應 觸後面基本上是瘦 瘦通常有可以不可以的 或是非可以不可以 但是這一些都是有肉的 都是無名相應的 基本上有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我喜歡的、我不喜歡的 或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巨非 但是這一些因為都是無名發動的 所以在這裡就產生瘦 那麼這些瘦 這個瘦有可以不可以 這個瘦底下有可以不可以 可意不可以 巨非 那麼可意底下 從可意就生瘦 可意就有喜瘦、樂瘦 大概是這樣 不可意就有喜樂苦瘦、憂瘦 喜樂苦憂捨 這個叫捨瘦 大概就是講這樣 簡單講就是 有苦瘦、有熱瘦、有不苦不樂瘦、捨瘦 就有這個瘦 所以就產生三種瘦 苦、樂、捨 那麼他這裡只是講到這裡 他說 那麼你用功要從哪裡用功 其實就在這裡 就在處這裡 那麼 因為這個視是大家都有 明色 視著、直取這個明色也是大家一樣的 那麼有六根也是大家一樣 六根面對境界會產生反應也是大家一樣 六根認識境界大家也一樣 但是認識完境界之後 對於可意不可意具非的境界 你要怎麼反應 這個就大家不一樣 就是你會怎麼反應、會怎麼想 就是一樣是遇到一件事情 那麼你看的跟我看的是一樣的 但是看了之後 你基於什麼原則 你會產生什麼想法 而且這個情況是大家都在有肉心事 都在我直的狀態下產生的 但是你有政見沒政見 你有政思維沒政思維 接下來就影響你這個處 所以這個處一般來講 這裡探討的就是明相應跟無明相應 這裡說的就是明相應處跟無明相應處 所以他說六處所入處 在這裡用功就在這裡用功 那麼魚吃無人凡夫 就是說一般的人就在這裡生起苦受、熱受 那麼從事生、此等、受及魚 魚是什麼 就是後面就生起種種種種的煩惱 那麼或是種種種種的受 那麼為六處生 那雲何為六 眼處、陸處、耳處 就是眼處所生受、耳處所生受、鼻處所生受、蛇處所生受 乃至於義處所生受 那麼他說 魚吃無人凡夫就生起這個苦受、熱受 那麼有苦受、熱受 那麼就產生種種的新手 受後面就是什麼?想施 受後面是想施、想施 所以這些就是新手 由受而產生 種種的印象、種種的想法、種種的決定 施之後就開始造業了 那麼造有肉的業、無肉的業、善業、惡業 那麼都是由於苦受、熱受來的 逃避、解決、或是反擊、反思 這些通常都是因為境界的苦樂 但是境界的苦樂有時候感受是感受 但是你要怎麼反應還決定於你的思維 釋迦牟尼佛吃到那個唇陀的供養 肚子痛他也是苦受啊 他不會說這個對我沒有影響 苦就苦 沒有 他拉肚子他也一樣苦受啊 所以他就說要停下來 從此又不再吃了 要斷食了 就不能再吃了 他也是苦受 他走路走到累了 他也是苦受啊 那麼過了很久 如果印度很熱、很口渴 他也是苦受啊 怎麼解決 那你去跟我要一點水來 也是苦受 但是他心裡面 就是說 他遇到這一些感受、遇到這個境界 那麼遇到這個感受的時候 他心裡面仍然處於平靜、覺知的狀態 他並不是說不知道苦、不知道樂 不是 他知道苦、他知道樂 但是他心裡面沒有煩擾 平等的 就是他知道這個人是好的 這個人是不好的 知道舍利佛是阿羅漢 知道提伯達多 這個是愚痴的眾生 他心裡面不會有愛症 所以這個到這裡基本上是大家都一樣的 但是在這裡之後 觸受愛 在這個愛就是開始生起 因為苦樂生起種種的煩惱 所以一般我們說都是由無名跟什麼 跟貪愛 那麼這個行其實就是過去或現在 因為無名起貪愛所造的種種業 這些行業都是由這個貪愛來的 那麼貪愛怎麼來 貪愛就是你以直取這個身心的根本 去直取這些境界 那麼由直取身心而轉的直取境界 就生起種種鞏固 鞏固我的尊嚴 維護我的利益 那麼這個促成我的喜樂 這一部分不斷不斷去運作 才形成種種的業 這些業 那麼感召我們這樣不同的身心 人的動物的鬼的天的 那麼不同的身心又有不同的感受 然後又不斷去造作 所以通常 通常在這裡 或者在這裡 這個已經是產生愛了 那麼你可以不產生愛 就是在這裡的時候 瘦的時候 那或者在觸的時候在這裡 你有名相應觸 名相應 所以我們說這裡是名相應跟無名相應的 有名相應觸跟無名相應觸 無名就是於此無人凡夫的相應的 那麼名就是聖智相應 這個名就是聖智 聖人的智慧 無常無我 那麼你不會直 因為我們通常透過這個感官 認識這些境界 產生種種的反應 種種的心理 情緒反應 這些情緒通常受到業力的影響 那麼 這個業力基本上是由我見而來的 受到這些善 這些善緣 這是緣 善緣惡緣 善業惡業 跟你的善心惡心 那麼交雜 交雜那麼就形成不同的後果 那麼所以 那麼你過去帶來的心 或是你現在學習佛法之後的什麼心 那麼 那麼 面對或是接受你過去而來的業 像我們這個心 那麼 那麼現在直取的就是這個業 這個人的業 這個人的業 五韻生的業 鬼就直走 鬼那個暴生的業 那這個就受那個業 那一隻狗就直走 它這個身體是我 那受這個狗的業 狗暴生的業 不一樣 但是一樣的都是直取 直為我 直為我 不同的業 但是同樣的情形就是直為我 而有我直其我愛 那麼從我直其我愛 這個中間基本上就是透過這個感官 認識這個境界 在這個境界裡面又加強我們說鞏固 鞏固我的利益 維護我的利益 那麼維護我的尊嚴 那麼從這一部分 那麼這一些通常都是從苦受勒受來 苦受勒就是跟前世生處 那麼後面如果你這樣一直我見過來 你就會有所謂的無名相應 無名相應 我見我愛相應的一定是產生我愛 就是我見相應的一定是產生我愛 那我愛那麼一定又造業 無名形式明色六路處受愛 愛再加強就是取 那麼這個取當然也是由這個 就是一部分一部分你因為我見增強我愛 一部分又因為我愛又增強這個我見 鞏固這個我見 所以愛再升級就是取直取 要擁有 你喜愛跟你想你一定要擁有 那就不一樣 那我們前面也看過 這個愛有很多等級 那麼愛念貪欲捨 愛念貪欲可 這有很多種 那麼它基本上就用一個愛來代表 那愛再加強就變成取 就直取 直取一切 直取你所接觸到的一切 直取你一切想要的 你的印象中 那麼讓你 你直取這些 就是你這些間界造成的印象 那麼這些感受 直取這些感受這些印象 那麼你就會採取什麼 採取行動 那麼這些行動基本上就形成所謂的善惡業 那這樣 然後就慢慢慢慢累積後世的有 或是累積這些業 那麼未來再受報的業 或是現在的業 那就愛取有 然後就開始 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 生命的新陳代謝 生老病史 就這樣 不斷不斷地重複 那麼生老病史中又有苦 那這個其實就是在講這個 那它也有牽涉到緣起 好 所以 從次生 此等 就是這些獸 那從獸有什麼 有想 思 那麼這裡 與 它講的就是 為 六畜生 就還有其他的 那這些是什麼 六畜生 那麼 六畜 就是它起種種的新手 這個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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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這樣 好 何畏六 它是這個 眼獸到 異獸 那麼 有異界 比丘 比丘 有異界 法界 無名界 那這個心 只取這個我 那麼又產生 其實就是我 值一直都在 只是它有沒有加強 那麼你是帶著我值 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 現在所有的人 只要是凡夫 一定帶著我值 甚至是 出國 惡國 三國 都還帶著 維繫的我值 巨生我值 嘛 那我們常常講 我值有兩種 一種是巨生我值 一種是分別我值 那分別我值就是 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來的時候 它是帶著巨生我值的 那麼 透過這個感官 認識這個境界 那麼 這一些就是 就有分別 分別就是意識嘛 所以這裡叫做分別 無名分別 就是 你透過分別而 增強我值這一部分 那麼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就是什麼 就是分別我值 所以 你要斷 要先斷分別我值 就是這樣 所以說 你在透過境界分別的時候 那麼 你不加深這一部分 那麼 從哪一部分可以知道 你不止取 不貪安 就知道 你這個分別我值不重 或是你貪愛的程度不重 你很想要 但沒有就算了 那你很想要 沒有也不行 那像有些小孩 那麼 他想要那個東西 媽媽不買給他 或是買那個沒有用 買那個不行 他就一直哭 賴在那裡 不走 你不買給我 我就不走 但是這樣 這個就是很強 那麼 那麼有一些就是 他只是哭而已 但是他還是走 那個就是 稍微沒有那麼強 那麼媽媽跟他講了 這個我們用不到 我們錢不到那麼多 這個用不到 他不買 他好 那不買就不買 那麼這個又不一樣 那我們對境界人質取也是這樣 像一個小孩 要一個玩具 或要一個糖果 或要一個什麼 那麼 那麼 他那個質取性強不強 但是我質一定有我質 那 初的我們叫做分別我質 就透過不斷 從與生寄來的我質 然後再透過分別不斷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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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一部分 如果你能夠 透過分別 你還是有我質 還是有我質 但是你能夠隨順於我 所以我們叫做名相應 或是聖志相應的 但是你在還沒有正出國以前 那麼你都是有分別我質的 就是我質 你都有分別我質 甚至你真的出國二國三國 你還是有聚生我質的 但是你分別我質 只要斷 你聚生我質 一定會斷 其實是這樣 所以分別我質是根本 因為我質也不是實有 他也不是實有 所以你只要能夠 漸漸漸漸 你不加強他 你不加強他 他漸漸漸漸 就沒有了 跟拔掉了 所以他這裡講 有異界 法界 無明界 其實就是因無明 那麼心對境界 起種種的直取 第一個先對 對這個身心起直取 那麼再透過感官 對其他身心之外的境界 起直取 那麼對身心起直取 當然也是我質 對境界起直取 也是我質 那麼你可以把它分我我所 但不管我我所 都是我質 我愛我所愛 我見我所見 我愛我所愛 我見我所見 都是一樣 這個叫做異界 法界 無明界 無明處所處 那 於次問凡夫 言有 言無 言有無 那麼有些是解釋做 有色無色 有想無想 非有想非無想 那麼 但是也可以解釋做 因為印度人 這個 在講 有無 亦有亦無 非有 非無 那麼他也有這樣的論法 那這一部分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 不過我們如果看這樣 因為 這個都是我們叫做相待 相待就是 這個部分相待於長相待於短 胖相待於瘦 輕相待於重 難無相待於清淨 有相待於無 那麼或者說 亦有亦無 或者說 非有非無 那麼 言有 其實就是 直取 有 直取無 那麼 有些就解釋 直取有這個色 直取無這個色 或是 有這個心 有想無想 有非有想非無想 那這個一般我們就是 有可能就是 那麼 我們一般的狀態 那麼 從這裡 才產生出 言我最聖 或 底下有瓜糊 我烈 因為這個我慢 基本上 我慢基本上 有三個 就是 我聖 我等我烈 那麼 言我相識 我相識就是我跟你一樣 那我跟你一樣就是 我等 我等 我聖我等我烈 那後來 阿比達摩把它分做七種 叫七種慢 貝列慢 真善慢 慢過慢 反正懂 但是 這個阿含經裡面 基本上 我 我從這個我慢 我 那麼形成 一般叫做我慢 我慢 我慢 是比較微細的我職 那麼 所以 我慢 在什麼時候斷呢 在 阿羅漢 阿羅漢 五下分解的時候才斷 色灘 入色灘 掉舉 慢 五明 那麼他才斷 三果是斷 五下分解 三果再斷了 就被 三果斷了我慢 就變成四果 四果就斷 三果斷 色灘跟無色灘 三果斷 玉灘跟撐 玉灘跟撐 那阿羅漢就把我慢斷掉 那這個微細的我慢 基本上 就是 我聖 我裂 一般就是 我聖我等我裂 那這裡就是 我聖我裂 分開來講 然後我等 我等 就是這裡說的 我相似 相似就是 我跟你一樣 我等 那我裂就是 我比你差 我聖就是 你比我差 大概就是這樣 那麼這個是最 基本的 最基本表現出來的 我職 那這一部分比較 不容易 比較維繫比較不容易 那麼修行越高 他越容易有這種我聖 我聖的我聖 那麼 比較容易 所以 自尊心跟自卑心 都是我聖的一種展現 你自尊心很強 或是你自卑心很重 那這種 這樣就是我聖我裂而已 就是自己 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 那麼 自尊心當然顯現在所謂的 自己 我聖我等我裂這一部分 那我們說自卑心很強的 那麼一樣 那個我聖也非常重 老師覺得自己不朽 老師覺得自己 業障重 煩惱重 老師覺得自己障礙多 老師覺得自己沒智慧 那麼 你越加強這一部分 你越難得解脫 不斷 不斷你的業障礙自己 你自己又障礙你自己 那麼你的那一種 自我意識非常高 老師覺得自己很厲害 天下人沒有比你厲害的 那麼這一部分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一個就是過高 一個就是過低 那麼這兩部分都會障礙 我慢高山 乏水不露 你就很難聽得見別人的話 那麼你太過於貶損自己 或是你太過於抬高自己 基本上很明顯的都是 你的我職在作祟 那你這些觀念怎麼生出來的 當然透過境界 透過比較 比較是一種心理狀態 就是受 觸 受 就是從觸 然後生受想思 就開始比較 這個想 你看到這個人不如你 你看到這個人比你厲害 然後才透過跟你自己的比較 那個這個其實這個過程 都是我值得一直在運作 一直在運作 我見我還一直在運作 那我們一下子擺脫不了這種東西 那是習慣嘛 擺脫不了 但是你如果有意識到 或有覺知到 你受它的影響就比較少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隨順這一種趨勢 隨順這一種心 不斷的在加強 不斷的在鞏固 就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不知不覺 你的我值就越來越重 但是如果你有覺知到這種狀態 我們就跟明相應促嗎 甚至相應了嗎 雖然你還沒有去我值 但是就是 漸漸這種 由 聚生我值所生的分別我值 就越來越薄 越來越薄 那這種分別 我們就叫它虛妄分別 騙計值 那你如果能夠在這個部分用功 我告訴你 你就是這一生沒有解脫 你肯定也向解脫 順於解脫 叫做順解脫分 我告訴你一定是這樣子的 那麼所以這一部分也是從 觀照剝落 像實相剝落的過程 也是從文師無我到修正無我的過程 它就是這樣啊 那你就是 你就是在面對 因為我們一生會面對很多境界 會面對很多境界 那麼這個境界一定會讓我們心裡有所感觸 我們叫做感觸嗎 那這些感觸 每個人都會有 這釋迦摩尼佛我們看 釋迦摩尼佛看兩個徒弟在吵架 一群徒弟在吵架 他也有感觸啊 自己去山裡面修行 修行就覺得修一修 這些剛出家 那麼他要護念他 又會回來 就跟他們講 那你們為什麼來出家 他也這樣講 但是就是說 你怎麼樣 你有所感觸之後 就會有所反應 一定是我們這次 你不要想得太深奧 就是你設身處地 我遇到什麼境界 這個就是跟城市合有深處嗎 那你有什麼樣的感觸 這些感觸引起你什麼想法 這個就是想跟思嗎 就是你有什麼感受 你有什麼感觸 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感想 這個通常都透過感知 叫做六處嘛 就是感知系統 那麼透過感知系統 過來了就是你有感受嗎 有感想嗎 那麼之後就有什麼 透過感受感想 就是受想失嗎 然後就有什麼樣 有反應嗎 就決定要做什麼 那不做什麼 那麼做什麼不做什麼 他就形成業了喔 他就形成業 這個叫做失業嘛 那麼這個業就會變成 決定你後來再怎麼想 就心境互惟影響嗎 你經常這樣想 你最討厭的那一種狀況 會經常發現在 你的周遭 你最討厭的那一種人 會經常出現在你的周圍 為什麼 因為你念念不忘啊 很簡單啊 就是不來 他也會招趕來啊 所以你越怕鬼 越容易遇到鬼 你越怕鬼 越以為有鬼 本來沒有鬼的 給你這樣 天天想天天想 他不來也不行啊 真的 真的會這樣 那麼你最討厭的人 會一直出現在你的周遭 你最討厭的狀況 會一直出現在你的周遭 那麼這個世間有類似的說法 叫做莫非定律 實際上他有 就是心境是互惟影響的 那麼身心是互惟影響的 就好像以前有一個笑話 那大概也差不多可以這樣說啦 說明這種情況 他白頭髮很多 那麼人家就問他 你白頭髮為什麼多 他說我擔心啊 那你擔心什麼 我擔心我白頭髮越來越多啊 因為擔心白頭髮越來越多 白頭髮就越來越多 那越來越多又越擔心 反正就這樣 那麼類似像這樣的一種循環 好 那我們等一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言我勝我烈我等 然後我知我見 就是你分別這個境界 我知事我見事 我以為這樣 我感覺這樣 那麼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知我見我了 就是 你從這裡 從這裡 那麼 直取這個我 父次比丘 他現在 他現在就在講 那麼 有學佛跟沒學佛的差別在哪裡 有學佛跟沒學佛 但是學佛不一定有智慧喔 所以 我們現在很多人學佛 但沒有這種智慧 真的 他不會處理狀況 他一有狀況 所有的方法都一樣 跟外道一樣 基督教徒 拿這個聖經來念 回教徒 拿可蘭經來念 道教徒 拿那個玉皇經來念 那麼 你是拿金剛經 拿地藏經來念 念完了 合起來都一樣 煩惱依然存在 那麼那個心態一樣 祈求 基督教徒 祈求耶穌 祈求聖母 天主教徒 祈求聖母馬利亞 那麼道教徒 祈求媽祖 祈求觀音菩薩 祈求阿彌陀佛 回教徒祈求穆罕默德 祈求真主 祈求完了 祈求的對象不一樣 祈求的心態一樣 祈求完了 也都一樣 等待 等待神的感應 沒有什麼差別 看起來是佛弟子 但是都叫做 愚痴無聞凡夫 所以他這裡講 學佛跟沒學佛的差別在這裡 他就 就在這裡 怎麼用功 用功的訣竅就在這裡 他說什麼 這個多聞聖地子 住六處路處 六處路處一定有的 我們有感知系統 一定會感覺到種種的境界 不可能沒有 佛也有阿羅漢也有 菩薩也有 凡夫也有 就是一隻昆蟲 一隻蚊子 一隻蟑螂 一隻老鼠 都有 都有 但是他在六處路處 就是面對境界的時候 觸對境界的時候 他同樣有感受 他不會沒有感受 他同樣能夠感知 他一樣會有感觸 一樣 一樣會有感觸阿 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要破核而生的時候 釋迦摩尼佛也有感觸阿 琉璃王要去屠殺釋迦族的時候 釋迦摩尼佛也有所感觸阿 他的反應是站在路上 看能不能阻止 看能不能阻止琉璃王 但是沒有辦法阻止 他也只能接受 他也不會起煩惱 不會 他只是覺得可憐 琉璃王很可憐 那麼被琉璃王屠殺的人也可憐 但是世間就是可憐民者 他不會因為我跟你講 你都講不聽 我生氣 不會這樣 那這一部分要訓練喔 這一部分老實講 我也做不到 你讓我多講幾次 講不聽我也會生氣 我的生氣不是罵你 我的生氣我就是不理你 但是我知道我是生氣的 但是不會很嚴重 不會讓他罵你 那不會 我就是不理你而已 因為我渡不了你 我不要被你拖進去 但是這一部分 慈悲心還不足 那一種 那一種名相應的力量是有 就是說我知道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能力上還不足 所以你這部分要補足 讓自己的心 更有力量 所以佛法其實就是訓練心而已 那心在什麼時候起煩惱 就在觸對境界的時候起煩惱 所以你常常要想一想 我是一個佛教徒 我現在的修行方式 是不是佛教的 佛所教的 大部分不是 雖然送的是佛經 但是你經本合起來的時候 其實一樣的 跟外道氣是一樣的 那佛法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訓練你這個心 我們常常講 就是你控制煩惱 那煩惱從哪裡生起來 就是觸對境界的時候 跟陳氏和爾森 觸 這個時候觸聚受想 失 怎麼想 有什麼你取什麼勁 那怎麼想 那你怎麼做 那麼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就是你觸六觸 六觸入觸 就這裡講的 那麼煩惱就在六觸入觸 所以一般叫做根綠 叫做六根清淨 方圍道 基本上是從這裡講的 你控制煩惱令心柔軟 而不是剛強 令心柔軟 不柔軟就剛強 剛強你就 你不照煩惱就很難 你的心 你的心因為這個境界 你一直在那邊翻滾 你不罵出來 不打出來 不照做惡惡 你也很辛苦 就好像非常痛 痛到你不得已 你就要叫出來 你不叫都不行 那麼這個就是你平常 心非常剛強 叫做難調難符 所以你一開始要先學習 學習控制煩惱 令心柔軟 那麼令心柔軟之後 那麼你要調伏這個煩惱 就可調可服了嘛 那麼你不柔軟 你就是難調難符嘛 我們叫做剛強嘛 他就是這樣啊 那大部分的人 他不知道這個道理 他就是隨順於心的 隨順於遠的 所以你要用調伏煩惱 令心柔軟之後 心就可調伏了 可以控制 就好像說 我看到你這個我沒辦法 我調伏我自己嘛 我離開你就好了 我離這個境嘛 我離不了心 我離境不行嗎 在不行的時候 我就壓抑嘛 先壓著 想辦法 我往另外一邊想 我練像這樣 就轉念 轉不了念 我轉身可以嗎 對不對 也是一樣啊 轉靜啊 調伏煩惱 這我常常在說的 要控制煩惱 要調伏煩惱 那麼令心怎麼樣 令心平穩 平靜 調伏到 起伏不大 沒有什麼起伏 然後再斷除煩惱 調伏到煩惱細 這個就是飽貪嗔痴的階段 那讓心有力量 你可以透過觀呼吸 可以透過念佛 可以透過念經 可以透過念咒 可以透過光無常 讓心平靜 那麼斷在最後 就可以斷除煩惱 當然煩惱很多 那麼慢慢慢慢 先要斷嗔 然後先要斷戒進去 見煩惱部分 煩惱 煩惱從這邊來 那屁裡不離開 我見我愛 見煩惱跟愛煩惱 那麼 見煩惱 就觀念上的錯誤 愛煩惱 情緒上的起伏 造成行為上的偏差 受香師就有業嗎 斷除煩惱 令心清淨 那麼清淨他就明白 或是令心明白 他基本上就是這樣而已 先下課 時間到